这是上高县一家商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这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男子一路走来 目光始终紧盯地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 走到附近时突然停下了脚步 随后走近观察又假意离开 他在别动等他去扑 他在观察 片刻之后男子突然走向了一辆电动车 迅速推着离开了现场 既然天网数次拍摄到这个人的作案过程 那么顺着监控是否就能够找到这个盗贼的藏身之处呢 我们按那个路线去走的话 有些时候他走那个小巷子 因为我们天网都是以前大陆主要路口的车友的 这小巷子一气的话真的是 那个线路就断掉了 老是到某个地方突然间就找不到来 看我们就不经历 应该这个人呢 应该就是这个附近 对这个人家来说 感谢观看